而桃園市的疫情也很嚴重 今天又新增有二十二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其中四例是校正回歸 那目前呢 在桃園就已經有三百八十三個人確診了 市長鄭文燦是說 目前確診個案除了感染源 還在調查中的 其他都是屬於二三輪的傳播出去 因此他認為都在匡列的範圍內 表示風險還是可控 至於花蓮的部分 今天新增六例的本土個案 那麼其中五例 他們都是家族的群聚 那麼包括案六七七六 他是花蓮縣政府的同仁 那到底怎麼染上的呢 就說有臺北的確診個案 跑到花蓮來做客 而且他是從萬華來的 那麼因此這樣子染疫 好 可是呢 這已經是花蓮縣政府的個案 同仁染疫 那麼消息一出來 花蓮縣政府立刻為同仁所待的 美輪第二辦公室進行消毒 而同辦公室的一百一十一位同仁 全部快篩 新冠疫情越野越列 花蓮縣二十七號新增六例確診個案 其中五例是家族群聚 五例中有一名案六七七六 還是花蓮縣府同仁 這五例的家庭群聚感染源 是臺北的確診案四二六零 他是新確診案六五六的大舅子 五月十五到十七號 從萬華來花蓮做客 一起用餐還打牌 因此他們的家人及牌友都被匡列 而桃園市今天也新增二十二例 本土個案其中四名校正回歸 並以桃園區六名最多 再來是中立的五名跟龜山的三名 其中有萬華活動接觸時的有一人 確診者接觸者的有七人 而其他十四人還在調查當中 確診個案雖然有微幅的上升 但是每一個個案 感染原因不明的以外 我們經過疫調追蹤以後 基本上都是在匡列的範圍內 也就是說只要在隔離範圍內的確診 那麼它的風險是可控的 即使現在桃園還不是熱區 但民眾還是待在家裡為上策 桃園市政府公布新確診足跡 包含二十三號台鐵 四零二級車次區間車 集中立區的客運總站 龍潭急巴的區的藥局還有桃園區的 自住洗衣店都是足跡 提醒民眾防疫期間非必要不要出門 乖乖待在家裡 就是對抗疫情最好的辦法 華爾新聞吳前緣張一鈞潘建人黃冠傑 桃園花蓮綜合報導